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现场的观众每次都特别热情 我们有个规定现场不让拍照 对对对 但是说死了没用 我得停一下 我看对面那5号那姑娘 她能坚持得住吗 我都不忍心再聊下去了 她是僵尸是什么呀 我们能继续说是吧 没事 应该没事 您受累啊 我们再聊一会儿 多聊一会儿 说到哪儿了 说到拍照了 拍照 拍就拍了呗 拍了他们在网上 微博上发 这是各种脑餐自拍 注意措辞 把自拍去掉 这个还好 有的时候经常拿我跟老郭 做个背景什么的 你看 上面这个大意凛然的 你看那下面这个 这边坐在板凳上这个 多么低调 谦虚的 那边一副吃了八王餐 不给钱的样子 难怪像人家没朋友呢 你以为主持姐你有朋友啊 所以混到一块儿吧 就是嘛 好不好 好不好 好好好 那听说今天的选手 是柳妍的朋友 对 他是中国最有名的屌丝 而且他将屌丝精神 这是一个什么词 对 他是将屌丝精神发挥到了极致 而且创造了很多的视频记录 我跟他合作屌丝男士非常的荣幸 要知道第一季 第一个月的这个点击量 就是突破了1亿 刚才你说你跟他合作 他是屌丝男士 我也女神 那我们看看你的朋友 都什么样 好吧 很期待开始今天的节目 来 有请第一位选手 有请第二位选手 每一个人都打开 孟老师好 你好 你好 哈哈哈哈 您好 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招 您好 这个你不问问一下吗 这个得翻过来啊 一会儿一会儿一会儿 他怎么还趴着一个 来了 过老师 过老师 抱抱抱抱 哎呦 来了释出 来了 来了 跟真相表足 哪儿瞅不出来的 哪儿都瞅不出来的 好吧 来来来 回来吧 虽然很有名 还是客气一下 自己做个介绍 是的 我是著名的大龄不红主持人大鹏 然后拍了一部戏 吊丝难事 对 我的女神在那儿 最近看到郭老师出书了 很多人找我也出一本书 叫《过得不好》 特别感谢郭老师一直以来 因为我受您影响比较深 您客气了 您受他影响 就变成了今天这样子了 没有 我头还没踢 有的是机会啊 好 来 我们就开始答题好吗 看看对面八个表述 按道理说选手你选谁 哪一题是你的自由 但是呢 我作为好心 除了5号不建议选之外 其他的都可以 是 您很善良 我为什么不选5号 主要是我到现在 没看他长什么样 留着他吧 给我们来点念一下 好吗 那我选1号加厉 好 我是田铁门小组组长 来吧 来吧 免贵姓吴 免贵姓吴 吴小姐来自哪里啊 我来自中国的雪城牡丹江市 东北人啊 这个填铁门这个我没太明白 填铁门就是东北非常的冷嘛 外面都有就是那种铁门啊 铁锁啊 我们就是拿舌头往上舔 冬填的时候 这是小时候小孩们玩的恶作剧 舔完之后舌头尖就沾下一层皮啊 是 没人救你的情况下 你们这个组织有多少人啊 30来人吧 你说你们是不是缺心眼 你说这吧 但是在东北的小孩 其实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对 我没舔过铁门啊 大伙儿很小的时候 你舔过什么门 不用把嘴这样含着啊 不好看啊 不好看 我舔过那个双盖 就是 谁叫双盖啊 双盖 双盖 单盖他哥 双盖 哥俩你都舔了 我舔一个就够瘦的了 他爸爸也没饶了你啊 小的时候都做过这样的恶作剧 但是为什么会成立一个小组 你们会考试吗 就是想加入你小组的话 会不会弄铁门一起去铁 加入这个小组 是必须要铁过铁门的 我会问他铁门是什么滋味的呀 你舌头撕下来的时候 是坏的还是好的呀 撕下来还能耗 你是怎么被救下来的呀 之类的问题 那么你是怎么去铁的 我的就比较久 就是冬天出去买东 我担一下 完了之后我就开我们家那个门 完了就把手一下 站到那个锁上面了 我就干拽拽不下来 后来我就拿那个就是舌头 就一点儿 然后这样 哎 站一下 哎 站一下 一下就站上了 之后我就舌头和手一起 哎 哎呀 我听了这个游戏 还挺有趣的 我打个岔 五号 谁请你站起来的呀 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你早站起来就选你了嘛 那你这个铺街 哎 对不起 这个 这个 你一个一个来 那还没说完呢 一个一个来 这还舔着一个呢 别动 舌头没下来的 这个处理完 你先接着 不是 那你后来 谁救的你呀 怎么就起来了 我妈呀 我妈发现这姑娘出去 这么长时间还没回来 是 这怎么了 吓坏啊 你出门看着我跟个庇护 人家趴在门顶上 你妈还纳闷 这玩意能站得住吗 然后你爸又出来了 一排 一排 大鹏 我要提醒你一个事啊 哎呀 像这个舔铁门的事 在东北很正常 是的 但是是否会有一帮人 成立个小组 又带上去 而且尤其是这姑娘 她有没有干那事 我 我当然干过了 我还舔过刀呢 你还舔过什么 你都说着 我听听 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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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呢 刀 刀 门 门 门 还有玻璃 玻璃经常事儿 玻璃你也舔 嗯 对 还有谁 哎 他把话过来了 还舔过谁的门 哎 不是 老孟 你不合适 你怎么打不合适 对 我错了啊 你们舔完之后 你们怎么着吧 舔完之后 老孟 你还想怎么着啊 老孟 你还想怎么着啊你 你还能怎么着啊 对啊 我也想起我小时候一个经历 就是也是挺脑残的 我跟狗跑过步 就是 就比过 老孟爷爷有大小啊 有脏鸥 有金巴 你是跟哪一个组 就是分在一组别 我们不在一个组别 但是我就为了证明我跑多快 我曾经让狗撵过我 就是我们家的邻居的狗 然后说一般开始我跑狗一跑 你说一般开始狗听得懂啊 狗主人听得懂 他一般是他先跑 他给翻译 那狗不让了就去追 你跑了那狗没做点乐吗 这脑财 能问问留言吗 这个不能 保不齐你判断完了 这就下去了呢 也好 到后台等着聊天一样快乐 那行 那行 我可以按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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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准备 我们来问一下小田 你是假的吗 恭喜您答对了 对 这个其实很简单 因为脑残容易找得到 凑了一块成了一个组织 就不容易了 谢谢您 姑娘 谢谢啊 成功了 来吧 挑两个 我建议啊 趴下 快点 快趴下 来 来 您看 估计给您换一瓶 来 请挑 两位 我 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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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禁选5号 我听您的 我顺利来吧 2和4 先问哪一位 2号吧 我通过核物体对话 论中文 哈喽 哈喽 你好 你好 帅哥 帅哥 都是帅哥 外国人失货 是吗 可能是 怎么称呼啊 我在上海开了一个美甲店 美甲店 对 她没明白什么叫称呼 你 What's her name more 我 我叫Jason 来自美国 什么美甲店 Anna major Anna major salon 好像都是小女孩做这个 大老爷们做这个 有点脑残 有 你舔过门没有啊 外大朋友你们聊吧 好 通过和物体对话 练习中文 对的 对的 因为我本来搬到中国的时候 我不认识什么人 所以我就开始跟各种物体 就对话 为了练习 我今天带来了 我的一个小朋友 叫小猴 比如说我以前 因为去广场的时候 我也有一点害羞 我会先把这个猴子 放在我包里 看到一个美女就说 哎 美女 你好 我的朋友说你很可爱 哈 我不看到什么朋友 你朋友在哪里呢 你就逃出来了 对 猴子就逃出来了 哎 美女 你好 你好 我觉得你很漂亮 这个女生是 这是俩流氓啊这是 连人带猴都不是这么玩意儿 我把她带出来 这个女生就说 你神经病吗 你傻瓜吗 那应该是的吧 对 对 什么 男计划 男计划 他说Defense了 然后我听到了 就是不喜欢的意思 他就怕了 但是小猴还是会跟着他 美女别走别走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 就是成为了真的好朋友 然后比如说在家里的时候 在拖地的时候 就是感觉很无聊 好长啊 对 所以我会把它翻过来 说 哦 拖把 你好 哦 这次 哦 我这天被甩了 小拖把 你被谁甩了 是 被扫帚甩了 哦 被扫帚也甩了 对 太可怜了 那你亲他一下吧 哦 别这样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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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啊 拦不住 拦不住 完了 我的天哪 老外比较实诚 你跟他说什么 他就真来 那是个什么 对 我今天也带了一些鸡肉 鸡肉给你们吃 老孟 吃饱了 吃饱了 我今天吃饱了 但是我有一个习惯 我每次吃饭之前 都必须跟他们对话一下 填一下 哎 小鸡 你好 哦 杰森 你好 哦 你今天要做什么 哦 我本来想 我本来想吃饭 但是 爬上看到你 我就饿了 哦 请不要这样 请不要这样 小鸡 这个是你的小吗 你这个小鸡都没有穿过脸啊 这个 这个是你的脚吗 哎哟 这个不叫脚 这个叫腿 哦 哎呀 这个小鸡真的很好吃 还有一个小镜子 是干什么用的呀 镜子是怎么 因为每天早上我也会看镜子嘛 所以我就说 哎 镜子 你好 哎哟 又是放街上 过来看自己 太暧昧了吧 啊 什么 我不是有权利看你吗 我不是把你买了 带回家了吗 那我呢 我没有权利吗 哦 你要什么权利 我的权利就是 我只给帅哥看 帅哥 你好 你好 你可以带我出去玩吗 这哥们在家干这事 要给街坊看见 非报警不可 不是 那个 对 哪国的全心眼都有 对 有些人会觉得神经病 但是有些 但是一种锻炼的方法是吧 对 对 对 这是为了练习提高 我提醒你 大鹏 在这两道题中 你有一道题 可以请教你的女神 来吧 刘妍 好 你在上海生活对不对 对的 对的 那我问你一个选择题 你觉得跟物体对话 练习中文比较有效 还是直接教一个中国女朋友 练习中文比较有效 那当然是教中国女朋友吧 你看嘛 因为她 她的性格 我在判断就是 她一点都不是那种害羞的 我以她的个性 如果学语言 一定会找人去对话 因为她很开朗 很外向 特别是她站在这个舞台 非常地自然 所以她是假的 好 剑鱼 我也觉得是假的 原因有几个 一个是 她自己觉得 她这段表演很好笑 从那个猴子的脱步的 她都觉得很好玩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说 她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 她在玩脱步的那一段的时候 她特意强调了一个字的感音 就是到底是谁把你甩了 她第一遍说的是谁还是谁 然后随后就抢 就是自己就马上就改了 然后这样的话呢 说明这个音是有人教过她的 她绝不是自己练出来的 所以应该是假的 对 两位都说假的 你有不同意见吗 我没什么不同意见 那就来吧 来 推转 来呀 来 好 她们都说你是假的 她们都说你是假的 告诉我们你是假的吗 她是要死的样 你看 我是假的 你看 对 你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真的是开了梅家店 梅家店 对 但是这个什么对话是假的 是吧 对的对的 而Jason 我有一个问题 你拿那只猴子 是不是是特意的吗 因为在梅语里面 take your monkey 是有某种意思的对吧 你是故意的吗 对 好 那你中文那么好 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种方法 我们学外语的时候 也可以借鉴呢 这应该是老师比较好 还有 但是像她们说的 找了一个中国女朋友 有效 你不许找老外 有好处的 老外不适合你 管我 但是 好的 好 好 好吧 谢谢 谢谢你 谢谢你 来 她算了 趴下 趴下 拿人钱了 快 趴下 对 对 对 我的闹钟叫不醒我 那也叫不醒她 贵姓啊 免贵姓谭 谭小姐来到哪里 我来自广州 广州女孩 沐老师最喜欢广州女孩 真的吗 这个做什么工作啊 我现在是大师的学生 闹钟叫不醒是怎么回事 其实呢 我平时是一个睡得很沉的人 原来我的闹钟对着老师说 好像只是个摆设 我好像需要一个 人用闹钟来叫醒我 大鹏 这儿有客人 没那边 不是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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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怪心疼的 我替你拍会儿的 走 走 来 你接着说 这会儿真的累 别动啊 我给你叫这猴去啊 对 要绷紧啊 绷紧 你接着说 姑娘 我给你帮我拍摄 我给你帮我拍摄 你帮不了多一会儿啊 对 她没给我这份钱 是吧 行了 来吧 照顾一下 因为我挺心疼她的 这广州女孩 在当你聊天的 来 就是我去年去参加一个 很重要的考试 然后因为我怕迟到嘛 所以我就找了一个 离考场很近的地方 然后住下来了 我还叫了他们的酒店的 叫醒服务 结果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 哇塞 已经9点半了 因为我那个考试是 9点 九点钟开考的 所以我就很悲催地 失败那个考试 然后我回去到那个酒店那里 去跟他们理论的时候 他们那个酒店 还使不承认我 然后我就把他们告上法庭了 你看 人家把官司说得 当个笑话似的 你有男朋友吗 就是因为没有男朋友 所以需要找个人用闹钟 来叫醒我 啊 你要有男朋友 就不用睡了 都下午你都醒不过来 对啊 那个你刚才说你打官司是吧 对 你赢了吗 说到这一点 我就觉得很想再打自己 几个耳光 因为我开庭的那一天 然后我又睡过头了 然后那个案件就自动被测速了 其实这个题不好猜 实话实说 特别报道 他没有什么规律 也没有什么逻辑 我就是睡不醒 你怎么着啊 对吧 睡觉 对 这个事对我来讲真的 我不擅长 但是我有一个朋友 就是咱们台的那个主持人李响 他是属于那种 就他只要睡着了 别人是觉不醒他的 那也分什么事 你跟他说 来了一姑娘 他蹭去了 好 你继续 我差不多了 好 哎 好聪明啊 差不多 这个不能问了 哎 不要看那边 不能问了 来 请选择 我想问一下柳妍 你觉得是真的假的 我觉得是假的呀 震宇 如果不允许我问问题的话 我现在的判断是真的 哎 李响 有意思啊 我们来听听本件怎么说的吧 是假的吗 不好意思 我是假的 脑中叫不醒 这个事是假的吧 这事情是确有歧视 是 不过主人公不是我而已 是 我其实为什么选你啊 我其实应该是选你的 对 我为什么选你 就是因为我做大崩嘚嘚嘚的时候 我嘚不过这个新闻 我确确实实知道 这个是一个真事 因为我刚给你一个脸色 我这样那次就很好选啊 你 他误会了 他看了我这样 就很好选 他以为你这儿是说死去吧 好吧 哎呀 真过去 哎 哎 来 来 来 那姑娘 快点 快点 快 快 快去 起来呢 算了吧 算了吧 好 好 好 再见 起来了 起来了 来 还怕你的 谢谢你了 姑娘啊 谢谢 回去好好睡觉啊 谢谢啊 得出席大崩 不是每一个人在这一关 都能回去的 你还要回答郭老师的一道题 如果要这个答错了 回去的火车票也没了 哎 来 郭老师 郭老师身后的表述是 我喜欢有礼仪腿的人 你明白什么叫礼仪腿吗 你明白吗 我也不懂 真巧 我也不明白 那你选择吧 来吧 来吧 来来 来 对 来 聊两句 再聊两个节奏 礼仪腿是怎么回事 礼仪腿 当然了 这个名字是后来编出来的 他不是说就是指某个人的腿 他只是说一种状态 你比如说人给你化妆了 给你补妆或者怎样了 你个儿太高 然后呢 你就把腿插开了 包括拍照的时候也是啊 为了一个合适的高度 对对对 这叫礼仪腿 你那个不行 你那个分明是要让狗过去 郭老师 我没有别的意思啊 您也有一米六几 我也 还一啊 小时候一米六八 现在一米七五 这是我小时候的一个愿望 你刚才说是个儿比较高的人 对啊 享受一个礼仪腿的人给他化妆 那关键你 咱仨人就不必了 大个儿像刚才舔的那姑娘 那个个头 大高个儿什么模特之类的 估计就得这样 他不至于让化妆啊 或者摄影啊 再搬个梯子再站起来 一个状态 看我 哎 我比他还像这样 没有回头了 没有回头 没事的 不是 我是想 你今生今世 跟他没有什么事可说了啊 你瞧我就好了啊 我是想说柳妍 有的时候跟你 不在一起照相吗 那个身高不是会有 我插刀的鞋 我们都是啊躺好了拍 然后把照片拿起来 这样呢 都省事啊 而且拍得很快乐 孟老师 我帮不了你 帮帮我 帮帮我 我没说咱俩拍照 我是说让你们的问题 你让他举几个例子吧 咱们拍戏的时候 有的时候 比如两个人对着面说词 比如说女演员比我高一头 拍摄也不好看啊 而且画面也不标准啊 女演员人家就插开了 就站住手 你自己需要插开腿吗 兄弟 我插开就没我了 咱们仨这个不够尺寸呢 你别老活了咱们仨 哎呀 差不多 差不多 你还吊丝呢 有的时候我碰到这个 我们那个乡亲的节目 有的时候来 你就说非常勿扰又不丢人 这个来一个普通人差不多 有1米75 76啊 1米8左右都还没事 经常来一些洋人 1米98 有2米左右的 我过来看 我拿个选号机给他 来 拿好了 我就听那个导播 在叫那个摄像 摄像往后退一点 给他这好 我就到这儿 能看到了吗 我差不多 真的 你再聊会儿 真的 我不愿意你走 因为这个舞台很少来雕塑 你怎么了 夹腿 你想把腿 撅舌了是吧 螺丝松了 行 我现在可以判断了 好 来 请选择 摇头不算 点头不算 你等着 拍照时再说 来 来 来 然后这事怎么样 假的问 为啥 因为柳妍刚才摇头 否认 因为郭老师是一个心胸 非常宽广的人 他根本不会介意别人 腿长还是腿短 因为他是觉得 他觉得腿短也可以行天下 其实吧 个儿高 个儿矮都无所谓 你说呢 兄弟 是的 个儿高也无非吃树叶 方便一点 是吧 个儿矮的好处就是 大爷永远不低头 是吧 所以说这个 高与矮与成绩 没有任何的关系 是 但是咱们确实是有 这个拍戏的时候 拍照的时候 女演员人家为了救活一下 摆出李一腿 这个是有 拍戏会了 你一定要迁就镜头 但你要说 郭老师说喜欢有李一腿的人 那谈不上 那说明他内心有缺陷才会喜欢 对啊 对 恭喜你 猜对了 好 接下来是5号 你可以了 你的车在门口 你好像还有什么事没办 那个是这样的 因为今天我来了嘛 其实我很开心了 因为主要是柳妍 也给我支了招了 但是接下来上来这位呢 也是我们的同门小师妹 哦 送 她最近也演了一个戏 叫我的极品是前任 余莎莎 你们知道吗 知道啊 她说的小师妹 就是个女的的意思 是女的 老帽咱们又复活了 那就再见吧 老帽别 再见 我们会怀念你的 来 有请下一位 美嘉宾 来 来 有请下一位美嘉宾 哎 来 来 有请啊 快点 来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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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啊 快走 快走 不容易 不容易 这小师妹是吧 长得还行吗 管她行不行是 师妹呗 来 来 也比个屌丝强 来 我们有请下一位 你好 你好 孟老师好 你好 郭老师好 你好 刘老师好 江老师好 大家好 我还想问问你 为什么喊我的时候 迟疑了一下 因为就是在多年前 那个张老师 刘小根大舞台 在北京开业的时候 在红毯的时候 我可能说了一句 不太符合当时您心情的话 我说来听明白 因为我印象当中 一只孟老师 是跟孟老师一样 是没头发的 我说 哎 您留了一个那个 屎头哎 别看出来 但是我非常尊敬您 没看出来 别别别 真的 真的 来到《非杀了得》 就是非常忐忑 没看出来 真的 那怎么着才能看出来 你看我们把你 为了把你 我们非常不礼貌地 把你师哥给送来 我也会怀念他的 他会一路走好的 要不然你吵下去 不得 不得 好 我们就开始 来看点正事吧 来看看对面八个表述 好 停 那个吧 8号吧 来 我是夺去60条生命的女汉子 对 姑娘贵姓啊 免贵姓欧阳 来自哪里啊 来自江西九江 这个做什么工作 我现在是那个湖北大学生 湖北大学生啊 那个60条生命 怎么这么开心呢 是吧 看你特别开心 我特别喜欢你孟老师 那跟60条这个生命有什么关系 没啥关系 好 看你开场白 那60条生命都没了 你怎么还在这儿呢 这个60条生命说的是 60条蚊子的生命 就因为这我这人性格特别急 然后那蚊子叮我 然后我就有一天气急败坏 我就杀了60条蚊子 然后把它钉在那个信钱纸上 然后像我性格平时也比较这个严闷 然后网友对我取名说 叫毁掉60条生命的女汉子 你是住在户外吗 不不不 大学生上都住户外了 你有朋友都住户外的吗 不是 他那60个太多了 不多 因为我们的学生周围 有一个在我们森林公园的 所以那个闻得特别多 公园 对 你先把那个凶器放下来 哦 那是凶器啊 你是拿鞋打的是吗 图景很多 我一开始先是拿手打 用拖鞋打 用扇子扇 然后用树打 我都试过了 还点温箱 那不是有电的吗 你为什么要 请示部能用那个 那维静电器打着就得 哦 你说的是在宿舍里边是吧 啊 你们一个宿舍住几个人呢 四个人 那三个姑娘得多感谢你 你怎么知道三个姑娘呢 也是啊 这是我美好的愿望 其实是有反应过 就是我天然这样打蚊子嘛 因为我一共请我打了4000左右 你们看我没事 她请就啪 啪 啪 我们请示夜 安徽小姑娘 每天晚上都要看男朋友视频 她男朋友说 哎 你们请示 那女孩怎么每天在后面跳舞 还是练操什么的 我们就来说说那个视频的事吧 好 好 好 视频都说什么了 就说一些腻歪的话 这个我也不方便出事口 你比划比划那动作也行 就女生喜欢头嘛 然后就裹人的头巾 然后脚就开始翘着 就一边抠脚趾一边打字 一边抠脚趾一边打字 就抠脚趾打字 抠脚打字 你这个键盘得多脏啊 你该问就问 你觉得哪不对就打断她 你别听她一日说啊 因为刚才她说一说 我们要了姜老师一下 姜老师 一位身上摇了摇头 哎 刚才大鹏 有什么事都看柳妍 就死就死这上面 然后这个沙沙衣 有什么事都看江振宇 对 你当然别看我穿的 就是好像挺女孩的 但我性格平时就挺爷们的 比如说我跟我朋友 然后我们去唱歌 他们不用说 就会给我点一首歌 就是《抗马干的汉子》 然后就看我一个人 他就边唱名叫 《抗马干的汉子》 你胃无羞翁壮 然后郭老师 我怕伤害你了 姑娘 我冒美地问一句 你有胸毛吧 我 我死没有 牛肩太强壮了 老郭 你刚才说这胸毛的事 还真不是开玩笑 我有一个吊丝朋友 他那个腿毛特别多 就打卷的那种 哎呀 妈呀 夏天晨凉的时候啊 就看到蚊子 就钻到那个腿毛里边这样 他没事 他就看 我看你怎么出来 好吊丝啊 我觉得你是真的吗 哎 没有这么问的 确实这事是干着挺无聊的 但是 哎 哎 哎 就我也有强迫症嘛 你知道干这事 我没注意是江振宇 老是跟他眉来眼去 还是怎么样 哎呀 哎呀 我主动的 我承认我主动的 对 你主动的 行 你也是一条汉子 那错不了 对 来吧 来 请选择 是吧 人在江湖有两个朋友是好 来吧 他说你是假的 假的 告诉我们你是假的吗 恭喜您 答对了 我是阿姨 谢谢江老师 哎 你看 你看 女人呢 要保守点秘密多呢 对 我收到的 谢谢 我告诉完啊 越火越黑 好吧 谢谢你啊 好 谢谢郭老师 各位人兄 再会 老师 我特别喜欢你 这句话是真的 好 那个港澳游成功了 哦 府极岛要去吗 去啊 咱们仨一起去呗 府极岛只能俩人 俩人 那江老师咱俩去 哎 好吧 我谢谢你 姑娘 选两个 选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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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号 五号 别动啊 马上就快到你了啊 请问哪一个 你好 一号 对 请问一号 我的前任是极品 对 贵姓啊 免贵新政 来自哪里 来自成都 哦 穿妹子啊 你 做什么工作啊 现在在一家私企做文蜜 跟老板在一起混 你怎么知道的 我一猜就是啊 所以你的极品是你的前任 不是 你的极品是你的老板吗 不是 这也是我的前任男友 所以 所以沙沙姐 你知道吗 我看了你那个极品前任之后 我真觉得你弱爆了 哎呦 您人来踢馆子呗 哎 对啊 叫啊 你叫啊 这两句表丝 拿进来 我站在这儿 我这就是一片表丝的味道 你终于说表丝不是那样 要比这个还龌龊 看了你那个极品前任之后 我真觉得你弱爆了 哎呦 您人来踢馆子呗 哎呦 对 我们来比比谁的前任 比较极品 那您说说呗 给俩女表丝打起来了 来聊聊聊姑娘 嗯 其实我们认识了大概16年了 我的天哪 那年你多大呀 那年上小学一年级 哦 所以我们是认识了16年之后 太太跟我表白的 你对小学一年级的同学的名字 还记着呢 重点就是我们是小学同学 初中同学 高中同学 哦 这样子没短 对 大学还是在同一个城市 哎 同一个宿舍 那你上学的时候喜欢过他吗 没有 他那种 男生就是那种典型的功课男 特别特别的闷 就是后来我爸爸妈妈都说 就知根知底嘛 就试一试呗 说来听听 嗯 就是我们第一次约会吧 结果他就把我约到了果果店 哦 你们都听说过吧 如果第一次见面 就团购的那种男生 千万不能要 是吧 结果这事儿就偏偏被我给困扰 什么原因呢 因为第一次你就团购 也太抠门了 哦 这个意思 就舍不得在我身上花心思那种 对 也不舍得花钱呗 对 然后他第一次就团购 而且不能团购了 他绝对不点 然后 那几火锅泼在脸上 我当时就有这种冲动 他擦里来说 这可以团购吗 那虽然是父母之命 然后第一次印象又不好 那后面你是怎么进行下去的 后来我这个人我也心挺软的 而且一个星期之后 他就跟我表白了 所以我当时 跟你表白说的什么呀 你有团购的卡吗 其实他跟我表白的时候 也特别特别久 就是我们约到了春夕路见面 然后经过一个黑不溜秋的小巷子 而且他当时表情特别猥琐 他是不是想说你叫啊 你叫啊 你这个口味也够重的 我当时就想他要干嘛呀 是吧 然后过一会儿 他从包里面掏出一小节花 怎么说的 这朵菊花送给你 他就说了 他说 郑雪我喜欢你 咱们好呗 我们在一起呗 就这么久了 你一个四川女孩 怎么一直去东北花 对吧 咱俩好呗 不是 因为我爸爸是哈尔滨人 你用四川话 把他那个表白的那句话 说一遍 你说一遍给我们听听 我是武汉人 然后现在在四川工作 是这样的 那不快 你在四川待了多少年呢 六年 六年都不会说四川话 好烦哦 好烦哦 成都男孩好这么说 好烦哦 假兮兮的那种 当然在 好烦哦 他表白之后 你跟他说什么 你答应了还是说 我们走着瞧还是如何 我当时也没有说什么 就是把花给接了 然后后来就不知不觉的 就是在一起了 在一起还能不知不觉 这不对啊 这不是童话 或者两个公子跟王主 最后幸福的生活 两个公子跟王主 对啊 余莎莎 我们还是用国语交谈吧 小莎姐她是假的 对对对对 你们一共在一起 待了多少时间呢 半年多一点 你发展到哪个地步了 什么地步都没发展到 牵手还是我主动的呢 啊 会这样吗 功科男会这样啊 对啊 现场有功科男吗 我觉得这边好像 这一片都是的 我站在这儿 闻着就是一片屌丝的味道 你觉得他 他有没有侮辱你们功科男啊 来 给个麦 有一点夸张 见你 有一点夸张啊 他假的吧 我感觉也是 好像是东北的 我知道了 来 请选择 我们来问一下啊 1号告诉我们你是假的吗 假的 恭喜你 我是假的 耶 假的太明显了 谢谢 这哥们肯定在想 我们工科角色不是那样的 要比这个还龌龊 真实身份是什么呀 这是电影电视学院的在校学生 在校 好舌头 今天他们的舌头都怎么了 你们都舔了门了是怎么着啊 谢谢1号 好吧 谢谢你好好上学啊 谢谢 再见 你还选的几号啊 5号 5号 家属打理 我没想到这么狠 我是福该少女 这个词我们在香港电视剧里 请看一下啊 对 这是一个赞美人的词汇 对 如果您方便的话 起来聊会儿吧 好吗 来吊校的了 不 不行 不行啊 不能起 郭老师您太坏了 牢窜到人家 你在这身上 不起 你贵姓啊 不行啊 郭老师 我这声发不出来 那起来吧 好吗 要不您扶我一下 来来来 我怎么扶你啊 就这么扶 行了 要不你躺下也行 来吧 聊聊吧 就是介绍一下你自己 那个 我是番茄 江湖人称杨柿子 我到了这儿呢 人家给我一称号说 叫什么西红柿 然后猜我是重庆子 我还真没听明白 外国人和朋友一块了啊 我们这都哪个哪儿啊 这个我有点恍惚 就是铺盖少女 你是这个是模仿吗 还是 我们最早是算是模仿吧 因为它国外先兴起的 然后之后到了我们台湾 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 有的铺在那个什么油桶上啊 铺在垃圾箱上啊 最绝的铺在一个人家肉铺的 那个砧板上知道吧 然后他们是用这种方式 来介绍台湾 那最早我看到就觉得 有点跃跃欲试 因为我对这种 就是有点另类的东西 还是挺喜欢的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 通过这种方式 能够传达我们想表达的 一些东西了 你们想表达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就是我举个例子 我们在青岛有一次 有一个这么个照片 就是你们想象一下 就是随处可见的这种铁栅栏围墙 一片这个蔷薇花 从墙里伸出来 很大一片粉红粉红的 哎 姐挺好看 然后花瓣呢落一地 但是我说到这儿 可能大家觉得这没什么呀 稀松平常啊 对吧 结果你发现 哎 怎么一姑娘趴地上了呢 然后露个小后背还挺好看啊 穿个民族风的这个小裙子 这儿谁扔这儿的呀 对 就是捡过去啊 赶紧的 就是 请客也是好的呀 然后就想了 哪不是交朋友啊 那你当时第一扑是 是什么样的 在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第一扑是就在海洋大学 那个榆山小区我们出来 出来一看说这天辈好啊 我们不是一直说要出街吗 好 那我们就扑啊 扑找了半天 找了个什么东西 就是这么大那个水泥蹲子知道吗 然后呢我就这么往上一扑 那个就是整个身体要绷直 所以刚才为什么那么痛苦 是很累的 那你加一下我吧 这个 这个节目组对我特别好 来来来来 这个 这个难度比较小 中间是这样子 它这个动作就是脸朝下埋起来 然后 对 身体扶在上面 对对对 然后手臂 手臂要直 要直 我不直吗 用力 对 要用力 我们要帮到哪个头发吗 然后腿 用力 你那个现在有同伴吗 要用力 这个放松了 不行啊 你就是他同伴 对 你就是我同伴 哎 那有人去问你吗 说心里有什么疾病啊 或者什么 确实是还是有比较多的质疑 我的女儿是想等53课呢 这是菜市口 浪费的 哎 你铺了多久啊 我们第一铺是6月2号的那一天 然后到现在 你干这个事 有收入吗 没有收入 全免费的 对不对 善善 就是 就是爱好这个 还行 那个 要用力 浑身帮纸 太松了 对 所以你哭的时候穿内衣吗 穿 为什么不穿 因为我有的时候会疙瘩呀 是啊 好了 我有点疙瘩了 真的啊 那 那行 哎呦 这道题可以求助他们两位 好 江老师 你看了吧 你看了吧 他先了他 刘烟没事 你休息 我休息 姑娘 你哪天到了南京啊 17号下午 讲一下你到南京之后的感受 天气方面呢 天气特别热 太热了 青岛这个时候很凉爽的 我们还在都过春天 你现在不允许用眼睛 看自己的衣服 好 给你三句话描述一下 你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 一件红色的纱裙 然后呢 这件衣服吧 是徐敬蕾同款 还有好多人 好多人回复我的微博 问我说哎 淘宝链接给我一个 刚才还有好多连达的问我 这可以说了 逼一件 然后往里边接着说 里边没了 空口无凭 立即为中 咱们另一个字就这样 接着回答 江老师的 留言你要接着问还是 我想听你先判断是什么 我现在的判断偏假多一点 太好了 因为我的判断是真的 其实我很喜欢这个姑娘 在叙述和回忆整件事情的时候 一直强调这个主语是我们 而不是我 如果是扮演者会一直强调自己 但是她在整个叙述过程当中 她强调的是一种集体荣誉感 和她们做这件事情的意义 所以她会用我们这个词 所以江老师 我要给答案的话 肯定是给假的 我注意到一个最大的特色 就是她在努力地把这个事情 讲得很有意思 所以你看她 她在讲那张照片 什么有一个铁架栏围墙 然后后面是什么一片花之类的 她中间会有一个倒吸气 那个意思就是 我讲的时候我很努力 很认真 我把这些内容都铺垫给你听 然后我为什么会问她 到南京的天气呢 是因为她过程里面有一次 她讲的 你问她第一次去拍这个 她有一个那个天气好啊 就是皱着眉头 也很严肃 那个很烘托 那个天气好啊 明白吧 就是表演派的 可是她在后面 南京那块就没有 你这题算白问了 没谱 自文出主意吧 您给我答案是吧 我告诉你啊 这个玩不是真就是假的 我们来问一下你是真的吗 谢谢你相信我 我是真的 大屏幕 怎么样 这个表演派是那个吗 好漂亮 对对对 就是那个下边的那个 你要说句话你别不爱听啊 我怎么觉得这么好的景色 变地死尸啊 其实我们想要表达什么东西 就是有一些东西 就是你如果不提 不引起大家的注意 他们可能不会关注到 比如说我要是没趴在这儿 孟老师您也不会一眼就看见我 这个理论很奇色 好吧 我们慢慢地消化吧 好吗 谢谢 有时间常来这儿敞着啊 哎呀 谢谢郭老师 来 普吉岛成功了 走吧 郑云 郑云 你现在也跟他去吗 普吉岛 我在忙着写我的笔记 哎呀 人家拿你当主旋律 你拿人家当插曲你知道吗 行吧 那插曲接着往下唱吧 欧洲十国要成了 你看能带着我跟老孟吗 他必须去 真的呀 那郑云怎么办 不带他 不带他了 你去掉两个就可以了 那个3号 还有 两姑娘休息吧 好 二号 二 四 七 先问哪一个 二号吧 好啊 我右手披砖 左手刷女 先生贵姓 免贵姓 威 威先生 来自哪里 来自四川大学 什么老师啊 计算机 计算机老师 对 右手披砖我们见过 咔一下的硬气功 对 左手刷女是怎么回事 这个主要刷女呢 主要是跟这披砖 还有点联系 披砖的时候不爱听 你拿什么刷女啊 对啊 这个主要是 咱们有很多 这个同学上课来了 也没精神 然后我就跟他们这个交流说 你们不 现在挺好的吗 要什么有什么 前面还教过他们批砖 练了这样的神迹 怎么上课老师没精打采的 他们就说 喂老师 我们批砖也练了 但是就缺个女朋友 给他们表演一下 我说 哎 这个不行 咱们这个成都美女假天下 穿大美女假成都的 你在穿大的找不到女朋友 这不影响学校声誉嘛 然后我就琢磨着 怎么来帮一下他们 不咱们学计算机的吗 刚才你们调侃什么工科宅 我本来想跟你们表演一下批砖 好好好啊 来 哎 郭老师 用头 他们说用头 哎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你爱听神话故事 我什么时候说的 我都一声鸡皮这个 很辛苦 你爱听神话 吓我一跳 咱们学计算机的嘛 刚才你们调侃什么工科宅 我本来想跟你们表演一下批砖 好好好啊 来 来 哎 郭老师 你得检查一下 这真的假的 我不用检查 你带来了就 哈 用头 他们说用头 哈 还一个 上次有一女孩就这么瞎喊 结果被留下来生了七个孩子 看一看 工科的男是没事干了 这是那么低端的 有多少能量没地方释放 也疼吧 如果 疹惯 刷头断了 就不疼 就不疼 如果没断 那就非常的疼 会每人砸在脑子上 对对对 来 说说刷女 刷女就刚才不讲的 他们学到剧砖 然后又没有女朋友这个表演吗 主要问题就是 他们见到这一个心仪的女生的时候 不好意思开口 然后我就说 咱们得用这个技术宅 工科男的这个方式 给他解决掉 是吧 我们本身就是研究这个图像识别技术的 咱们做一软件 放在手机上面 你下一回看见这个心仪的女孩的时候 哎 拍一张 上面就可以马上识别出 他哪个年纪哪个班的 然后QQ号 微博号什么的 你们不好意思当面打招呼嘛 咱们可以网上线交流一下 增进一下联络 合适的话咱们再见见面 各位吊诗程序员一听 哇 这个好 又是吊诗 分别表示要参加这个课题 所以很快咱们就把这个软件给做出来了 那刚刚你说刷女 我们大概了解了 批砖 为什么要教寻人批砖呢 批砖的原因是因为 让右手有点事干 我博士毕业的时候 从香港来到四川大学教书 然后同学们出勤率不是非常高 然后我就问他们 我说我觉得我讲挺好的 你们怎么老不爱来 他们说 喂 老师 你讲的是挺好 但是你那黑板的这个数学公式 我们以后工作到底能不能用得上 然后我就琢磨着 想一个什么办法 让他们理解 就说这些数学公式 肯定是能用得上的 然后我在课堂上 就像刚才一样 啪 给他们批了砖 同学们一下就呆了 然后说老师 你是练过少林武功的吧 然后也有同学说 老师就逃个课这么小的事情 不用犯这么大 然后我就趁着他们 惊魂未定的时候 我就给那个PPT上 列出了两个公式 我说我就是靠这两个公式 把这块砖头给批坏的 沙沙怎么样了 好了 来 我们来问一下魏老师 告诉我们你是真的吗 恭喜你 我是真的 开大皮肤 穿大脚趾一连批三万块砖 哇 您的手现在还是肿的吧 没有 早就好了 砖头肿是因为开始记者 不不不 手肿还是砖头肿 手肿不好意思 砖头肿是因为 手肿是最早转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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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恢复之后就没事了 对 主要原因是 当时记者要来采访 我也没经验 然后结果一波一波地来 每来一波都要让批一块 我就批 批 批 批了一天多 回到家手就肿得不行了 比胸长还大 抓着筷子都拉不起来 这是个实的人 我觉得学生们要好好去上 这个老师的课 对啊 学悲惯是吧 是啊 谁敢不来啊 好吧 谢谢魏老师了 谢谢 辛苦了 辛苦了 谢谢 谢谢 我研究人类的传染性行为 大姐 你够猛了 贵姓啊 我姓袁 来自哪里啊 我是来自广东的重庆女生 那这人类传染性行为 是个什么概念 你自己有自己的断句的方式没有 那你再念一遍 再念一遍 我研究人类的传染性行为 所以这个行为是 这是个什么行为啊 比如说我现在打一个哈欠 然后可能在人群当中 就会有人跟随着 无意识地也打一个哈欠 来来 试一下 哈欠 你看 是不是有很灵对不对 哎 好神奇 没有啦 这个是郭老师 这个故意做出来的 其实这个课题是我们 这个北市大珠海分校的 心理学 社会心理方向 研究的一个课题 除了打哈欠还有哪些行为 那我说一下我们的实验吧 因为这个实验里面 就涉及到很多 我们预先做了一个这个试测 就是在我们学校里面 找了一个这个课室 然后招募了一些志愿者 也就是在校的学生 对 刚刚孟老师打了一个哈欠 你就传染了 对 我就传染了 我昨天晚上没睡 哎 哦 这样 难道说人家打哈欠就不许吗 人家也没睡啊 哎 这不是 那么你们俩为什么没睡呢 好 然后呢 我们就会告诉他们 其实你们在里面 等待我们做实验 但实际上这个实验 就已经开始了 那这个里面会有一两个 我们派的这种 真正的实验者进去 他们就会有意无意地 在人群当中看一下表 然后就看一看旁边的这些人 会不会跟随着一起做 历史上我听说过一个词儿 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叫中国望 什么叫中国望 有人知道吗 我一开始也不懂 你 哎 老郭明白 你到新街口 或者到北京 你到天安门 你到这个 哦 那个是吧 你没事 你一个人往那一站 哎呀 左边看 一直看 马上过两分钟就来人 看什么 十分钟以后几百个 对对对 而且还有人过十五分钟以后 哎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这 对 可以求助啊 可以求助 是 还好 等一下 他问江振宇 没有 江老师 他都不要我去那个什么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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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让你去 你都不去 江老师 先说 你们北市大驻海分校 研究这个的那个 机构的名字叫什么呀 就是心理系下面的社会 心理学方向 社会心理学这个行为学派里边 比较鼻祖的 公认的那个大牛是谁呀 我是要讲很老的还是比较 你就很老的 最老的 天哪 我是学这个 但是我突然一下子忘记了 你别人也好 没有 我是学这个 好 你随便说一个人名 就是 戴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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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威克普菲尔 戴拉斯维加斯 好 来 我再问问江老师 你们这个门派的最牛那叫 我也不知道 你去往我身上推就好了 我觉得是真的吧 我找不到破绽 柳妍 因为我是知道 打哈欠的连锁反应 是有科学依据的 对对对 那是什么 告诉我 这个是有物理性的 大脑缺氧吧 应该是 对了 因为其实我们真的 以前做过一个节目 讲人为什么会打哈欠 引起旁边人 其实就是在一个 比较狭小的空间内 如果有一个人打哈欠 他一定是这样子 瞬间的空气当中的 大部分氧气会被这个人吸走 那另外一个人会有一瞬间的 他缺氧的反应 所以他也会不自主地吸 离子这么远 他吸一口 他是鲸鱼啊 那不会 不会 比较近的空间会有这种 所以他刚才讲缺氧也是对的 他没有扩展 那你认为他是真的 对 我再提醒你 他们俩历史上出现过 一块错的有好多次 这关系到你是否能和江振宇 一起去欧洲石国 不是我 对 他不承认 带着你 带着你 别生气了啊 来 请选择 他认为你是真的成功了 我算是跟你白说了 你假的呀 我都这么帮你了 这么明显了 都看出来了 就他没明白 来吧 告诉我们你是真的 我特别喜欢看到姜老师 答错时候的表情 对不起 我是假的 其实姜老师是故意的 这样就可以不跟你出国了 那你到底学什么的 我是学心理学的和江老师 死在同行手里了 一点都不冤喽 我们还指望跟你上欧洲呢 得了 回家喝粥去吧 对不起哦 我也是确实看不出一点破绽来 但是我就觉得你是假的 他这个状态就导致江振宇 肯定要失败 历史上每次都是这样的 对对对 实际上我觉得我问题问的 还是成功的 有两个坎嘛 一个是那个鼻祖的问题 嗯 他敢说不知道 对 就是因为这个 我才判断觉得是真的 对 我也觉得这样 江老师会判断我是真的 嘿嘿嘿 嘿嘿 嘿嘿 最后我想讲一句 因为我 因为我妈妈特别特别爱 孟老师 孟老师 对 为什么都是长妹妹喜欢的 所以怪不得 孟老师这么火眼睛睛 看出来我是假的 那我妈妈的喜欢 是真的有道理的 哎 好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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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老孟 好 在孟老师身后的大屏上显示了 我翻越雪峰遭遇神秘女子 我们也知道到现在 对野人这个东西我们还是 还是一个未知的领域 但是如果有野人的话 她肯定会分男女的 嗯 所以是一个长得什么样子的 神秘女子 你就不想问一下来龙去脉 就直接就这个 那怎么看到她的 1996年呢 那是一个冬天 我和我的同事一行三人开车 然后到了就是湖南雪峰山那个地方 非常险 非常陡 我们是两个司机倒着开 那个不休息的 说到凌晨大概两三点左右的时候 我们开到快到山顶的时候 那个路啊就是盘山公路啊 我不是说吗 180度那种掉头的那种弯 那司机实在太累了 我刚才不是说有两个司机吗 嗯 有一个根本不敢开 太陡 又路又闲 那个又开的就 只有一个司机敢开 他开到那个顶了 实在不行了 他在路边上 说我们歇会儿吧 那个凌晨两点钟 两三点钟 那个山顶上秒无人烟 什么都 野猫都看不见一只 在路边上 我们就在这会儿 说这个歇会儿 刚一歇 他那个大灯 还没来得及关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山顶的路边上 离我这儿的距离 大约从我这儿到江振宇 他那个距离 最多就这么远 看到一个 穿白色连衣裙的一个女人 我们就看到 就我们穿着羽绒服在车里 我们看到是清清楚楚 是一个特别很清楚的 哎呦喂 吓我一跳 哎呦 吓我一跳 郭老师 吓我一跳 我反的啊 吓我一跳 是 吓我一跳 万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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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结果怎么样了 距离就这么远 确实是一个一身白色 确实是连衣裙的女的 而且是长头发 我们三个人当中 有两个我和司机同事看到 旁边那个人还没发现 然后说哎 那一叫 我说快关灯 那么晚你想想那山顶上 那么冷的天 两三点还有一个年轻女人 穿着连衣裙站那顶上 吓得那哥们 赶紧把大灯关了 就是一关灯 就是漆黑 然后那边就说什么 怎么回事 我们说有个女的 有女的怕什么 我说你看见你就知道怕什么了 我们说不会是要搭顺风车的吧 那旁边说有病啊 这么冷的天 有人穿着连衣裙在路 在那山顶上拦顺风车呀 我们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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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之烟吧 我们点起来 那个司机说 他不会朝我们这边过来了吧 我说那要不然你打开灯看一下 他说我不敢看 我说你想好啊 你要不开灯看 他啪一拍窗户 他也到你跟前了 我们抽了两个月大概的时间 我估计 我现在回头想想 最多不到两分钟 但是我当时觉得好漫长呦 却是说害怕 然后看来说 要不我们看一下吧 我们打开看一下 我说我们三个老爷们 他一个女的 他就一个嘛 他不就是 他能怎么着 我们车上有个大扳手 副驾驶他拿着手上 我说我们看一下啊 那个只要一开灯就点火 我们就不行就窜呗 我再开那个远光灯 一看 这个时间非常短 什么都没有了 我什么时候说的 我都一身鸡皮疙瘩 对啊 你们听着有这种感觉吗 有 你爱听神话故事吗 我是跟你这么讲啊 并不是你看不到的东西 就不存在 譬如WiFi 声音你也没看到 秦始皇 朱元璋 包公 我们都没见过 你没见过孔夫子 你能说他没有吗 那么有的话你见过吗 你没见过 不能用你没见过就没有 这是无知 只能说我们的科学 还没有达到这个领域 但这个事情你自求多福 请选择 我相信孟老师 这孩子是有多傻 这些妖魔鬼怪的他都信 也不符合我们的宣传精神 对啊 你白在娱乐圈混了 假的哦 来告诉我们吧 但这事是真的 来 今天到我们节目来 有没有什么获奖感言 要说一下什么 就得还是 不管什么时候得自求多福 别人都帮不上 你给我讲一讲 96年你到那个山峰上 干嘛去了 不不 看孟老师啊 好吧 今天很开心是吧 非常非常开心 在这里 开心 常来玩吧 好吗 谢谢 推气球 推个打气球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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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又要看你一趟 老孟 我差点打死在等 吃镜子沙 不喝死了 我还想打到她的腿 来嘛 没关系 哎 王上 你要喝啥呀 你要喝啊 四句人 四句人 我一眼就看透了你了 和你妹啊 下周三晚 22点 非常了得 敬请观众 本节目由海天招牌 招牌拌饭酱 个名播出 海天招牌拌饭酱 大小爱吃的酱 常虹Umax客厅电视 提醒您编辑短信 88加留言 发送到10666666620 您就有机会获得 常虹智能电视机一台 今天就到这里了 好 谢谢观众收看 下期再见 高球哥 seheی que Windy排 flags 一度高球 大验 都是一球 Yesterday 她敢拿私 可以抽 你这样 要看你一趟 刚刚好 我差点打死在ств 然后是减�請出来 我一眼就看透了你了 八四 三晚二十二点 海天招牌观看价 非常了得 敬请关注